拜登好友陶德来台访问 强调美方支持台湾 积极投入自我防卫 台湾资助百亿研发下一代战机 2024年将完成发动机 以及逆踪构型设计 交通部长林嘉隆请辞获准 下午出席台铁事故公祭 陪罹难者家属到最后 台积电法说会 上修今年资本支出达300亿美元 创时尚新高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